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人掌握機線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呼羅曼的 盤後請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四 禮拜四是我們的直播時間 投資好朋友們 如果說你有持股的問題 你可以到17後8的這個部分來做提問 我們時間允許的話 盡量幫大家做個股回答的動作 那在講這個盤之前 先回答一下我們有一些學員問的問題 我們學員問的問題當然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在東升連線 那有些人可能是想說 看一下我連線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或者說看個電視做股票 連線的時間是電視台排的 就是每個禮拜 比如說禮拜四禮拜五 他就會跟我講說下個禮拜 是差不多哪幾天 比如說有的時候一三五 有的時候二四 或者說二到四 還是二到五這邊 然後時間到幾點到幾點 但是每個禮拜的 禮拜四或禮拜五 電視台排的 所以呢 所以比如說你上禮拜看到是這個時間 這個禮拜看到可能不是 所以老師到底有沒有連 那如果說以下禮拜來講 下禮拜是9月30到10月4號 就是他現在跟我講是2到5啦 10點40到10點52分 好不好就是下個禮拜是2到5 10點40到10點52分 好不好要幫我衝一下收視率的 好不好 就是再麻煩你們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朋友不要看電視做股票 不要看電視做股票啦 雖然說我是秉持著良心事業在做投顧 但是連線的那個題目 那個題目不是我訂的 有沒有 連線的題目不是我訂的 就是股票方面 那些東西其實是什麼樣 是電視台那邊 主持人那邊去做決定的 因為他會看說今天的媒體放什麼新聞 然後我們要從什麼地方開始切 什麼地方開始講 所以呢 所以有些股票 有些股票不是我推的 好不好 我只能說有些股票不是我推的 就是比如說今天 今天有什麼 有什麼 我打個比方好了 比如說今天有出什麼台電的新聞好了 那從台電這個論語講 但是我不見得會買台電嘛 或是我不見得會買什麼大力光 玉金光嘛 但是這個題目是他們訂的 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好不好 就是如果說你要看那個連線的話就是下個禮拜 禮拜二到禮拜 他現在跟我說禮拜二到禮拜五 反正就是禮拜二到禮拜五的10.40到10.52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盤 這盤整理盤 但是你看這個OTC怎麼樣 OTC連續三根黑對不對 連續三根黑 我認為接下來的震盪幅度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尤其是到10月份的時候 到10月份現在9月底了嘛 9月份剩最後兩天 然後10月份這個部分 我先跟大家講 別人會賣股票 有大型的投資機構會 會看股票 因為他覺得10月份 10月份這個地方 應該怎麼中文賣的關係 可能可能要怎麼樣的 可能經濟要下行的 有一間投資公司 有一間比較大型的 他是這樣看的 所以呢 所以他下面的那個 他會減碼就對了啦 會減碼的部位很多 好不好 我只能先跟大家講 所以呢10月份 你不要亂做喔 你不要亂做 好不好 我認為一樣會有各股表現 但是你不要亂做 因為有些 股票是剛好 如果說是人家要砍出來的 哇那個一砍 一砍可能會 會可能砍到媽都不認識 好不好 好 那一樣我們從這部分來看 就是大盆跟大家講完 那當然 8月9月 該賺都賺起來吧 有沒有這個我相信在昨天跟大家報告過的 什麼金居洪捷科 這說多久啊 賣公 老師你每天講這個 都沒賺到 不講那麼久了 別人知道了好不好 哎這個 都起碼都漲兩層上來的呢 沒錯吧 然後呢 也獲利入袋了嘛 要出貨也告訴你啊 對 然後這個 差不多這樣嘛 獲利 這個昨天算過嘛 120幾嘛 然後呢 然後如果說你要看大盤的話 大盤 大盤就晃來晃去的 開張是51961 現在是49848 其實51961跟41848 你這個還是比他數字少對不對 那你數字還是比他少的話 那數字還是比他少的話就是 1萬1這邊是有壓的嘛 就是他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撐上去啦 但不太容易撐上去的話 我們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好股不受限於指數 然後呢 有利空才有機會 有利空才有機會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啦 但是呢 但是 如果說籌碼是你看不太懂的 或者說你發覺有人在砍股票的 那個你不要去抄底好不好 不要去抄底 就像我剛剛說的 10月份有大型機構他會砍股票 因為他覺得10月份 他覺得景氣會開始往下走 他要開始 他下達檢碼令了 所以10月份 10月份 應該是震的會稍微大一點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那個PA的部分對不對 昨天盤不好 PA基本上是很抗底的 那今天當然震盪一下 那震盪一下 其實我認為那個線型都沒破壞 其實都還好啦 那線型都沒破壞還好的話 但是你可以去觀察 洪捷克他還是紅的 他還是續牆 就是他沒有下來 他還是紅的 那還是紅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今天一個新聞 他是講什麼 他講穩帽好像傳說被高通包場對不對 特別我問你喔 如果說穩帽被高通包場 那你中國大陸這些什麼Vanchip 洛達這些 或是說利基這些 你當然還要下到穩帽去嗎 還會下到穩帽去嗎 但要下也不是說不可以啦 就是一樣可以下 就是去排嘛 排那個時程嘛 但是穩帽的價格是比較貴嘛 那如果說你侯威這邊要出機子 什麼小米什麼Vivo這邊要出機子 你蘋果這邊也要出 那高通這邊也要有的沒有的 那同朋友那你覺得 穩帽他的產能夠嗎 如果說產能是緊的話 那穩帽到底要先接美國的 還是先接你中國這邊的 啊同朋友你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那 去美化的動作跟中國自主動作 如果說一再執行的話 繼續做下去的話 那怎麼樣 那他還是受惠者啊 因為現在是兩個陣營 同朋友現在不是一個陣營 現在不是說什麼 穩帽單子塞不下 塞到紅杰克去 現在不是這樣 穩帽單子的確塞不下 開始往紅杰克塞沒錯 但是呢 但是你穩帽就是跟高通這邊太好了 跟美國太好了嘛 那你美國的單 到時候 如果說5G後面真的好的話 真的賣得下下交的話 大家都要出手機 都要出5G的手機 本來1.5億支 現在挑戰2.5億支 大家都要出 那你穩帽到底要先交高通的 還是先交我 先交我利基的 先交我那個洛達的 先交我Mainship的 同朋友這個會有個問號 所以呢 所以他還是 所以就反應在旁邊上了嘛 他還是不會跌啊 所以我認為還是一樣 你還是可以觀察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前幾天是不是講到這個 9月4號嘛 為什麼看紅杰克嘛 因為有暗道對不對 有暗道 那同朋友 我們前天在講這一張的時候 我說我在做這一支嘛 做這一支 就是我們新卡位的嘛 我是不是說這個是9月4號的 一直賺的暗道 同朋友 前幾天啊 今天我們在講這一個 我記得是前禮拜幾啊 我忘記了 今天禮拜四嘛 禮拜二來 禮拜一吧 我是說我們在買這個 9月4號的嘛 9月4號 今天比9月4號 這裡有兩支而已啊 一定不像紅杰克的嘛 就什麼 那加斯達啊 就加斯達嘛 沒有 加斯達很大支對不對 很大支 一樣會動啊 今天早上拉起來嘛 早上拉起來 拉起來就出一出啊 所以今天 今天小賺出場 沒有大賺啦 小賺啦 反正拉起來 9點半就拉起來 拉到22塊 錢高就是221嘛 結果拉起來怎麼沒過高 沒過高 沒過高無所謂 等你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 怎麼還沒開始拉 還沒開始拉 出一出 出一出 就把他獲利出掉 他不再出在217、218這邊 收盤收215 隨便 反正都大支的嘛 大支的 催個價差嘛 催個價差 然後我們前幾天 你是不是也做這個 一直賺嘛 都方法啦 你有沒有發覺 像做紅杰克就是暗道嘛 然後呢 做加斯達也是暗道嘛 就一直賺去提示嘛 然後前天跟大家報告的 中美金嘛 中美金嘛 中美金拉一下嘛 拉一下 拉一下 做個當充嘛 一樣可以賺錢嘛 那我好像有人問中美金嘛 對不對 中美金 中美金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他那個 太陽能的獲利 是明年才會進來 他今年就只能靠什麼 他今年只能靠環球金 今年只能靠環球金啦 環球金就賺三十幾塊嘛 三十幾塊回到他這邊嘛 然後呢 然後明年一樣靠環球金嘛 他現在沒東西了啦 後面有中美金 下面現在沒東西了 他現在變控股公司 他沒東西了啦 他沒有獲利的東西了啦 那之前打掉太陽能 本來想說就爛在那邊的 就當作 就叔叔勒 虧損打掉 結果呢 結果現在日本那邊有來看廠 來看廠 有可能會包廠 就是擔心系這邊有可能會包廠 有可能啦 有可能啦 那這個獲利明年會出來嘛 明年會出來的話 就像這種 我都是安全啦 安全啦 但是同朋友 安全有時候 你在看股票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 有時候你在看股票 你要怎麼看 他長相最好看的是什麼 大幅數比嘛 大幅數比上升嘛 然後呢三條線嘛 三條線嘛 那三條線 三條線要怎麼樣 多方排列對不對 多方排列 有十字線嘛 二十字線嘛 季線嘛 又多方排列嘛 那你看那個多方排列 你有沒有發覺 他現在還不是多方排列 他有轉強沒有錯 但是呢 他這個 季線下面還有什麼 他這個十字線跟月線 是在季線下面呢 所以他還是什麼 他還是 是 足底完成的什麼 足底完成的整理 他還是足底完成整理 那我會認為 他應該在這邊 在這邊稍微切一下 就是站上氣線的嘛 慢慢切切切切 然後等這個均線上來 等均線上來 慢慢的變成那個多方排列 那時候會長 應該會長得比較快一點 那時候應該會長得比較快 如果說 你看法蘭報告的話 大家不是都估的話 估什麼接近100塊 有估96的有估108的 為什麼會估這樣 為什麼大家都估明年賺十幾塊 有沒有 這個10幾塊的 怎麼來的就是 分環球金的加什麼 加那個太陽能的部分 所以呢 所以你看 怎麼今年5塊多 明年賺10幾塊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理由就是我告訴你這樣 所以他這個就是 安全 他算是安全的標底 安全的啦 安全的啦 安全的 那你要怎麼樣 你可能就是要有些耐心 要有耐心 因為他現在就是 他現在就不是 除非他現在硬 除非他要硬啦 賀死牛 賀死牛 因為你也要看這個 這個大環境 對不對 你看 你要先看環球金嘛 環球金才有 你們人 賀死牛 沒去 他沒去 他沒漲 他沒漲 他不動一漲 他不動一漲 現在不太流行太陽能 沒錯吧 現在不太流行太陽能 所以太陽能的那個利多 那個消息面 其實還戴不起來 而且呢 而且那個吧 是明年的事情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接著往下看 對 所以呢 所以同朋友 那方法不都一樣 按股票嘛 按股票嘛 操作方法就有貨錢 就有下一支嘛 就按股票嘛 對 那這支 昨天跟大家講了嘛 瑞毅嘛 昨天我們賺錢出了嘛 出了 哇 他今天馬上出個利多 出個利多 又上去了 有沒有 沒有什麼啦 反正我們就賺錢出了啦 有少賺一點 沒錯啦 少賺一點啦 也沒少賺到10塊 有少賺一點 那少賺一點無所謂啊 有方法就有貨錢 就有下一支嘛 這支啊 一樣有看好他 好不好 一樣有看好他啦 還有買的機會喔 有沒有 他現在沒漲喔 沒漲 好不好 還有買的機會 你不要到時候漲上去的 哇 沒買到 好不好 我記得一開始好像有什麼 有一個奈米戶是不是 有一個奈米戶 那個你 那個小編在不在啊 小編貼那個貼一下 對啊 歐大編啊 對啊 你可以跟我們現在人員聯絡啦 好不好 趁現在他還沒漲 你不要都漲起來了 哇 是漲起來了 哇 追不下去 還沒漲 好不好 有 開始贏起來了而已 開始贏起來了而已 今天沒漲 今天沒漲 我們也下去都買一買 買一買 後面應該會漲啊 我的看法 後面應該會漲啊 後面我買股票的時候不是亂買啊 不是亂買 像這個 我買瑞育你有興趣嗎 今天你可能有興趣 因為今天利益都出來了嘛 今天利益都出來了 拉了一根紅黑棒嘛 所以呢 所以就是 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啦 好不好 我跟著大戶走啦 你跟著我走啦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一起來賺錢 才適應道理 好不好 好 我們趕快看一下其他的 其他的 信徒 問聯勇 聯勇 我不是說過很多次啊 對啊 加澤瑞翼獲利出 聯勇一百八一百九舊嗎 他現在不是一百八幾在那邊吐啊 對啊 這怎麼會死啦 這記得 那你要等Mate 30 待會賣得好不好啊 Mate 30啊 Mate 30那一支手機啊 他跟華為的關係 太密切了啦 Mate 30如果賣不好 反而你先砍他啊 這支股票 你看那外資一直賣對不對 投信一直買 投信在買什麼 買那偶類 偶類綁著那個 屏下指紋辨識嘛 還綁著那個觸碰愛希嘛 就是他偶爾他用 他有出 頭髮前天是沒有新聞 他出了那個屏下指紋辨識對不對 但你會發覺 欸神盾有沒有跌 我看看神盾有漏嗎 神盾 神盾沒什麼跌 在那邊撐著 照理說 聯勇應該有機會 踩到神盾的單 但是神盾出中國那個 是出超飽的 超飽型的啦 超飽的指紋辨識啦 現在手機不是要輕薄短小 現在都做很飽嘛 神盾那一個是超飽的 聯勇呢 超飽的 你不要想著什麼什麼套啊 不是什麼套啊 超飽的指紋辨識 好不好 他的不是超飽的 所以神盾應該是還有一定的競爭力 但是他那個是綁著 歐類驅動愛希 那綁著歐類驅動愛希的話 明年應該會好了 因為他驅動愛希下台積電 下很大的 那個量下蠻大的 下蠻大的 頭性就毛起來就下去尻 外資 外資就是你跟華為太好了 華為現在就是怎麼樣 華為現在不是一直在被封殺 那個手機在德國慕尼黑 慕尼黑那個吧 那個叫什麼 在慕尼黑公佈說他開始賣了 說他的性能多少多少嘛 但是 奇怪他歐洲不賣 因為他沒有安卓 但是沒有安卓也不是說不能用 你要自己下載 像陸行之說的他說 那種就你自己下載就好啦 就是或是說請那個 門市的店員那些基本上 那門市的服務員應該都有受過訓練 他可以幫你用 就是你原廠手機出來沒有Google 沒有那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要自己用自己下載 就是可能花一點時間下載那些東西 所以應該對 對銷售沒有太大影響 陸行之是這樣講的 但是誰知道啊 你要賣的才知道嘛 而且你現在歐洲已經說不賣了嘛 亞洲這邊不知道啊 所以現在大家在擔什麼 大家在擔看到底賣得怎麼樣 賣得好 賣得好才來撩嘛 那不是賣得好才來撩嘛 賣得好才來撩嘛 賣得不好 我們就賣成這樣啊 對就賣成這樣子啊 賣就是如果賣得不好賣成這樣子 也無所謂的 賣得好賣得好再來做啊 不是都這樣子嗎 所以呢 所以這次就是投信跟外資在那邊 在那邊對著做了 所以這支我認為 如果說我上來 看能不能撿碼啦 因為 有人看很好啦 有人看這樣子啦 200-207 就是他看的 就是各個法人 你看預估EPS都差不多啊 但是呢 你看明年也差不多啊 但是怎麼價格差那麼多 就是卡到一個什麼 卡到一個華為啦 卡到一個華為 所以如果說我上來的話 看你要先走走有沒有 看能不能先出一出啦 賺得有賺起來 搞得沒咬到嘛 這樣就是一個成功的操作嘛 對不對 操作本來就沒有什麼百分之百 每次都賺錢的嘛 就是你一個投資者下去 有些在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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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怎麼樣 可能比較慢 對 比較慢的話 你賺的先賺起來 本來在咬你的 對 現在已經沒咬了 沒咬的你就賺錢 那一樣是獲利啊 不是 所以 所以你像那個嘉哲瑞益出 那你這個你也 目前套也沒套多少啊 所以 看看 你看你啦 好不好 如果說我爬上來的話 爬上來看你要不要出掉啦 不然你來換股 好不好 我那次新的應該比較有機會 我的看法啦 應該比較有機會 看你換一換 不然他這蠻蠻不知道要洗多久 好不好 我那個小綠綠微軟 微軟怎麼看這次 微軟這次就 就八德路的啊 北地路的啊 你知道 頭髮你知道八德路是什麼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頭髮有三個比較大的嘛 一個八德路嘛 一個鳥頭牌嘛 還有冤大頭嘛 有沒有 就是 就這三家嘛 比較大的嘛 啊今年 竄出一個 對不對 統一嘛 今年大家在看誰 看鳥頭牌跟統一嘛 因為這兩個聽說今年很準耶 就是 外 其實這些頭髮 外面都有外圍 啊都有外圍的話 其實就是會跟單嘛 外圍在跟單 其實今年 大家跟的結果就是 統一跟鳥頭牌的 股票比較會動 八德路的呢 今年不太會動 對 會漲啦 哇 有夠慢的 我 我記得上禮拜跟大家提告過嘛 抱這次 還在這邊 你看啦 這你抱的下去 拜託都不會動 不會動等到他 我上禮拜是不是有跟大家說 那個人家跟我講一個目標價 我是不太相信 我要講一個天上的 超過這邊的天上 但是他之前講有準 一百多這邊講 都有準 但是 你看這個 哇 這太慢了 這個大家坐不住啦 破不掉啦 這也是他的 他要怎麼洗 我怎麼來 要洗到哪裡去 但是 沒有很遠啊 好不好 你成本一百二十二嘛 其實那一種一拉一根 拉一根 就會解套走 其實 不用怕 我說真的啦 我記得 我今天是不是在Lighter 跟大家說我們同情店出了對不對 掉下來是我們很穩 是不是都很穩 我怎麼回答 當然我知道 我知道陳老闆套在一百零 他們成本在一百零九 所以呢 所以有本身就疊到一百零九 我就買了一百零九 我讀你要護盤 結果他沒下來就一直撐在這邊 你看這投信狂賣 拼命的賣 每天賣一直賣一直賣 賣老半天也賣不下去 結果今天就跑上來 跑上來就帶我成本啦 成本就把它出啦 特別我在這邊 我這天我是有出的 我節目上我有講 他今天法說 我是不是說 為什麼我要出他 因為 我們之前那個 台虹 台虹法說沒出 就台虹法說會變法會 摘下來 所以呢 他又要法說了 所以同情店 賺錢趕快出出 出一出 出一出後面再來看 出一出 掉下來 掉下來把他接回來 接回來就遇到什麼 遇到這8月26不是崩盤嗎 8月26啊 當然8月26 不是崩盤嗎 為什麼崩盤 也不能說崩盤 大跌 因為中國反擊嘛 你還記不記得 中國說那個美中貿易 我要反擊 怕這K線 八個20人嘛 你看8月26 是不是那天是不是大跌 這天嘛 8月26嘛 這天啊 你看黑K 半天灌下來 這邊都快 這邊多少 他們這邊收多少 收10354 然後這一根 那一根黑K灌下來啊 從這邊開始 哇 沒低點 就差不多這樣吧 所以呢 所以那根下午 我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 買股票嘛 所以就遇到那個 把他站起來 把他站起來 洗洗洗洗 又洗上來了 所以呢 所以洗到成本 洗到成本 就把它吹一出啊 把它吹一出 但是那個時候 這個這邊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哎呀 在均線之下 頭巾又一直賣 是不是死掉了 有沒有 而且買125那邊的 拉一根 我就解套了 不是嗎 不是說什麼 怎麼要拉十幾根才解套 什麼套 什麼什麼 康遊 套了什麼 四五百 現在一百多塊 拉好久好久才解套 這不是嘛 就一根就解套了嘛 這根就解套的 其實我認為就不用怕了 好不好 那像這個就 就一根就解套啦 一根就解套 我覺得這應該 應該衝衝就起來了 應該弄用就會上去了 只是他這個線型 我還看不懂 那線型是什麼東西 以我所學的 我看不懂這個線型是怎樣 但是我知道 法人那邊買的是什麼 他們有法人不看這個東西 他不看什麼線型 籌碼 他都不看 他只看什麼 他只看他覺得 今天EPS多少錢 EPS什麼 有沒有低估 他只看這個東西啦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他們看了的話 應該就怎麼樣 應該覺得他有成長性 好不好 就有成長性 然後目前價位是值得投資的 但是值得投資 誰知道他投資多久 我只能這樣講 像這個 看五百五 哇 怎麼 我都 同朋友 我如果跟你說看五百五 你參加我會員 對不對 參加我的學員 來我帶你做這個 馬上買進去 對 來我們看五百五 我跟你說 一個月過去了 老師都不認同 那你怎麼 瘋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什麼 我們等行好一點再來 等線行好 看得懂再來 再來做 站上均線什麼 再來做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 我認為你要稍微等一下 好不好 你要稍稍等一下 這支我是覺得 還不錯 電視兒童 電視兒童 漢內 漢內這個 我認為可以報啦 但是你要報到明年 因為他的東西 等我吃 是明年才會出來 沒你啦 明年你才可以看到營收 今天沒有東西 今天還是在題材階段 明年才會有 營收出來 那真的有的階段 當然是漢內 所以你買的沒有錯 是個趨勢的東西 但是呢 但是他現在就是 你看不到營收 看不到營收 在大半震盪的時候 會怎麼樣 因為他走的是題材 所以題材股 還沒有營收的 他會 壓回的幅度 會比較深一點 就是震的幅度比較大 因為沒看到東西 沒看到東西 都題材 題材也沒問題 明年有出 明年營收看得到 震盪就不會那麼大了 甚至震下來 就有人去買 因為沒有看到營收 沒看到營收都是題材 所以 我的看法是 應該是可以報啦 應該是可以報 產業區是對的啦 謝雨帥 四季缸 差異上好冷怎麼辦 四季缸 為了沒有四季缸啊 封電 封電這個政策要搞 就在這裡而已啊 好冷 你好冷 現在多少錢 76塊8 75塊3 75塊3 719 4塊7 4塊7 5% 5%就好冷喔 5%就好冷 如果你賠10% 不是要跟我說你要跳樓 有那麼嚴重嗎 整理啊 這個你要不要 這個就綠營莊腳的啊 你要問蔡英文比較快嗎 蔡英文現在躺著選就贏了不是嗎 我沒有政治意圖哦 我看政論說的 好不好 每天晚上下去看 都說什麼要躺著選就贏 我不知道啊 好不好 也就是如果說 有在拚的話 綠營莊腳可能會 大家拚這麼重 稍微撐著 走著試 現在躺著都不用撐了 我贏了 不是 聽說是這樣啦 聽說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政策的部分 政策的部分應該是會解套啦 我認為還是會賺錢 大家都估很高啊 今年賺個4塊 4塊2塊嘛 明年賺 這怎麼估啊 今年4塊 明年8塊 今年2塊 明年4塊 其實這怎麼兩間差這麼多 但是我們要相信誰 可能要相信鳥頭牌的 好不好 交頭牌 金利比較準 所以就看他的吧 明年吧 87 87多嘛 87多 87多 有啦 應該會解套啦 應該應該是會解套啦 剛我是不是看到一個問那個大氣墊的 它這個是風電嘛對不對 8926 我覺得大氣墊不錯耶 我覺得不錯啦 但是不錯的 不錯的理由不是說什麼 哇 會大標 特標 不會 從存股的角度 這個股票真的是 我覺得超好的 以存股啦 如果說你是有在定存的話 我覺得這股票存股真的是超超棒的 你知道為什麼 老朋友你去看喔 存股基本上就是 它每年可以配息嘛對不對 然後最好質疑要高嘛 然後它有辦法填息嘛對不對 你看它那個股力政策 那股力政策 我看一看我真的覺得 這個我要不要 拿點錢啦 拿點錢來買這一支啊 然後光我這樣K下去 我可能 可能我很快就要跟你說再見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光領股息就不用上班啊 我這樣領股息就好了 我這個人又不用 我又不開名車 我又不住豪宅 我也不當名表 我年輕的時候很愛戴那些名牌 年輕的那些名牌的東西啊 但是後來越來越大 我發覺那些東西 好像不是我要的 我還是把我的家庭顧好比較實在 小朋友 平安長大最重要 那種什麼名牌 那個 年輕時候玩過啦 現在已經 對我來說沒什麼流行的 就是我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了 啊同朋友 像什麼什麼酒店 我以前做酒店耶 你知道嗎 我以前做酒店的耶 所以那種什麼生的場所 我去到外面了 啊現在年紀 你說我看 我也是45到50這邊耶 你不要想說 老師看起來好年輕喔 有火了啦 也是半隻腳踩進棺材的啦 所以那種東西其實我已經怎麼樣 已經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留電話給妹妹什麼 那個 已經不是我這個年紀該做的啦 所以像這個 我看到這一支喔 其實這支我在看 好不好 那 他現在二十幾塊對不對 我們抓三十塊好了 沒有抓三十 我們回到我們投資的政題 抓三十塊 他去年配一塊半對不對 他每年這樣看啦 他沒有他過去十年這樣配配配配 過去十年這樣配啊 平均差不多一塊四 一塊四一塊五嘛 沒錯吧 1.6也1.3 然後我們抓一塊三到一塊五好 一塊三到一塊五 一塊三一塊五 他沒有他現在三十塊 29.45 這殖利率幾趴 五趴如果說以去來看 現在五趴 五趴的殖利率 五趴殖利率 不好嗎 五趴殖利率 你現在台電有五趴殖利率嗎 台電可能也沒有了 那五趴的殖利率的話 五趴殖利率 你一百萬 你記住五萬一千萬就五十萬 兩千萬就一百萬 不用做事情 靠下去 每天都睡著 拿一百萬的股市這樣不好 就是以存在角度來看 這是這家工作是不錯的 那你看他營收盈餘 他今年上半年怎麼樣 因為他有一些 他那個 封電的部分已經開始有收錢 他今年上半年就是這樣子 就1.17 你上半年1.17 你今年撞不到一塊半 明年可以配個一塊半 剛好calling 去年還怎麼樣 去年1.14而已 今年1.17 半年上半年1.17 所以你明年再怎麼樣 明年應該可以配出1.5吧 你明年可以配出1.5 那我明天就5趴啦 那5趴就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標底 那一個很好的投資標底 他長這樣子 他長這樣你不覺得不太對勁嗎 他賣電的啦 他是賣電的啦 大股東就是台電嘛 你覺得賣這個電的他會倒嗎 該不會倒 這個比中華電信還穩耶 應該沒錯吧 你中華電信還有什麼5G 還有什麼貪體啊 什麼貪體 什麼折舊什麼的 他都不用耶 這賣電的耶 賣電的賣給中華電信啊 那賣給中華電信 就不是穩的嗎 11住行嘛 就最穩的啊 所以如果說以存股的角度啦 這家公司真的是 我是覺得超不錯的 如果說你要以投資的角度 投資的角度 我就不敢 我就不敢跟你講太多啦 好不好 投資的角度啦 我不敢跟你講太多啦 他會長這樣喔 有故事啦 但是公司沒講 我知道啦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啦 但是這個 會不會再漲上去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用存股的角度去看 用存股的角度啦 去看這家公司 如果說你要存股的話 你就你就去存 你就買這個 搞不好怎麼樣 搞不好還會上去 搞不好會上去 我只能說搞不好會上去 因為他那個故事 我不知道明年會不會發銷 應該是明年 應該是美尼吧 也是發電的啦 你後面慢慢看啦 反正這支 我認為你可以列入自選股 留意它 但是呢 我只能跟你說 你要買它的話 要用存股的角度 這家公司從這邊 會拉到這邊 它是有事情發生的 但是我現在不能跟你講 因為報道上沒寫 到時候說什麼內線交易 好不好 反正這家公司 你可以看 好不好 好 那個我看一下要什麼 我們時間快到了 排光電 排光電 光磊會上嗎 光磊啊 光磊會上啊 光磊啦 看一下 講一下光磊好了 嘎尾嘎起來 嘎尾又被嘎了嗎 嘎尾啊 光磊啊 現在第三季對不對 他有一個汽車在 在有一個汽車認證 準備要過 有一個汽車啦 在送認證 有一個汽車的認證 他現在在送 已經送了 可能第三季會過 可能啦 還不知道啦 如果第三季沒過的話 就繼續盤嘛 就去在那邊塗塗塗嘛 如果過了呢 如果過了就飛上去啊 就這樣啊 所以現在怎麼樣 現在就hold著 等消息 好不好 反正就是過了 就開始噴 沒過怎麼樣 沒過 沒過就繼續這樣子而已嘛 已經送認證了嘛 也就是最近 認證出來就是最近的事情嘛 會不會過就是最近的事情嘛 如果過了就開始漲 如果沒過呢 繼續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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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差不多這樣 今年 他現在這個價位也不貴啦 現在25塊多對不對 這前天新聞嘛 他等不打進AirPods嗎 他後面會漲 如果後面會漲 不會是漲AirPods啦 後面漲車用啦 他那個車用的在送認證了啦 認證的 聽說應該過得到啊 聽說是會過啦 好不好 就是等第三季吧 第三季結束 看怎麼樣嘛 所以就是 應該是最近 最近 最近就會有結果出來 他這邊有講嘛 他這邊有講 我看一下 他說今年賺個 減資源 今年賺1塊9嘛 減資源賺1塊9的公司 20幾塊 這哪會貴啊 所以呢 所以以投資的價格來看 我認為也OK啦 以投資的價值 這也是OK啊 這基金也是OK 好不好 我們趕快再看一下什麼 問那個什麼 台光電對不對 台光電 我們把台光電講完啦 那個台光電喔 其實你要跟那個台藥跟聯帽 其實算是一起看 但是其實 真的 後面會漲了喔 其實台光電主要出 蘋果的 台光電其實沒有出多少基地台的 台光電主要吃蘋果的 你後面要看還是基地台 因為明年5G是個險學 大家都知道明年5G基地台要蓋了 然後就是聯帽嘛 台藥嘛 那今天美齡是不是出了那個台藥的報告 美齡寫多少 寫180 對於台藥大家都越寫越高 大家都瞎很高耶 就一大越寫越高啦 怎麼之前出的 寫160的 本來寫150之後寫160 今天美齡出的已經寫180了 那為什麼 因為華為的基地台要出了 那華為的板子 用比較多的就是用台藥的 聯帽也有膠 但是比較大部分都是台藥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看 這三支 就是看那銅箔基板的話 台光店他就出蘋果了 蘋果的旺季就第三支就結束啦 所以 台光店後面可能會 動能可能會慢慢的往下掉 因為蘋果就 蘋果11月11月那個拉臥動能是沒有的嘛 比較弱嘛 所以如果說你要看銅箔基板的話 你要往那邊看 台藥跟聯帽看 往台藥跟聯帽看啦 好不好 台藥跟聯帽看啦 那可能先看一下台藥啦 因為外資最近很喜歡台藥 一直在出報告 然後聯帽 聯帽應該也會長 聯帽董事長不是陳敬才嗎 那陳敬才 不是我冒董事長嗎 我冒聯帽今年長半天了 你覺得柴哥在幹嘛 柴哥在睡覺嗎 柴哥在睡覺嗎 好不容易能搞一票耶 你不趕快弄一下 就像去年的被動一樣嘛 好不容易搞一票趕快弄一下 弄了1000塊嘛 後面反正就出光了 光我屁事 有事怪前夕 是這樣子嗎 是不是這樣 也不能這樣說啦 反正就是 機會來的時候 其實同朋友如果說 你是老闆 你自己想想看 你是老闆的話 當機會來了 你想不想希望你的股價高一點 還是不理他 市場決定 你希望哪一種 一般來說都希望股價高一點 所以如果說以這部分來看的話 我認為就是 吸血流這部分 應該還是可以看 好不好 我們做個結論 做個結論 一起來賺錢還是硬道理 一起來賺錢還是硬道理 我們8月9月 開始有一些收錢 有陸續的收一些錢進來 這一天開始在買一些新的 有興趣跟上腳步的 歡迎一起來賺錢 好啦 我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還沒回答到的 就是我們下面有留言板 就是你可以零用留言板 那個做留言 然後我會後面再會回覆你 好不好 那個時間關係 可能有些沒有回答到的 跟你說真不好意思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之間 主要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好 好 好